嗨,大家好,我是阿妹妹 今天我在朋友的果園裡 我要來採收菠蘿蜜 那個菠蘿蜜好大顆喔 然後我今天還準備了 那個樓梯很長的 因為蠻高的 然後那個菠蘿蜜,我沒看過這麼大的 那我今天就要來採收 採收 先帶大家看一下 先帶大家看一下 我是要看一下 來 寶妙,採在一條 這一棵就是菠蘿蜜 真的,有一個很大的 菠蘿蜜的樹 這一棵就比較好爬 對,你看我們準備了梯子喔 還有這菠蘿蜜 然後有一棵,它剛好就卡在那個樹 那個三叉點那邊 你要不要爬上去 爬上去看一下 這穩 應該還好 可以齁 那我當時沒辦法採 因為這好像應該很重 那總要摸摸摸看 這個 感覺齁 有點像榴槤的那種尖尖的 嗯 有耶,上面也是 好多顆喔 這一顆我覺得很大顆 而且覺得好好玩 它怎麼剛好就卡在那個樹什麼 交叉口 交叉口那邊 剛好,好像躺得很舒服 對 另外那一顆也很大喔 那一顆,有點像 好像小 好像小英勒 有沒有,形狀好怪喔 對,有一個弧度齁 好像上面是頭 下面有點像身體 這樣 這邊好幾顆 上面也還有 今天主要目的就是 要來採這個啦 我想波羅蜜應該市面上 應該比較 台北比較少看到喔 對,我看 賣的也很少吧 而且這個這麼大顆我想 人口少的話可能也吃不完喔 對啊 那今天剛好就是到 朋友的果園來齁 我就來採收那個 菠蘿蜜 也蠻不錯的 這邊有嗎 這邊看得到嗎 後面沒有啦 另外還有一顆 對,那我們去看另外一顆 有一個也是疊得很大喔 對 這邊 這邊,這一顆 上面也有喔 對,這裡 對,這個 這一顆 這一顆 你看得比較清楚 因為它算是 比較矮的 太高的話就要採就比較難 可是這顆比較 好像比較小一點齁 嗯 這棵樹好像比較 年紀好像比較沒有那麼大 所以它結的果樹 就只有一小顆 只有一小 小顆 它其他地方 有看到嗎 目前就是看到這兩顆啦 那就是說 那個 朋友也很熱心的齁 我就說叫我們來採啊 蠻好玩的 嗯 那是不是採這個 你看這邊就採也是很明顯嗎 對 好,我先上去看 你先上去看喔 來 我來拿 叫許先生去看一下 觀察一下 這個就很大顆喔 還好今天沒有非常熱 比昨天涼熱可能好幾度喔 對 所以今天是剛好來的時候 還不錯 要不然真的是 昨天像昨天就非常熱了 你看 許先生就準備有沒有 這個帶 可以嗎 好重喔 還好 還好啊 我還以為多重 對 他說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重 他開始在去 沒有想像中的難弄啊 很重 等一下 等一下 好重 這一個 這一個 那先放外面嗎 先放地上 地上就好 地上 地上 這剛剛 剛剛 那一個 還有一點點綠 這形狀怎麼那麼怪 不是光滑的 還有他在記另外一顆 我看不當 等一下 先個路上 進個路上 他現在可能要踩上面那一顆 對 站好 欸 我 我 我沒辦法拿那麼高 所以 沒辦法 你要給他看一下 把鏡頭拉遠一點 拉遠一點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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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嗎 給我 拍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我現在已經上到 上到波羅蜜樹上了 啊這個 這麼大顆的波羅蜜 就在我的眼前 感覺滿大一顆的 我不曉得 跟人比較的話怎麼樣 比人的頭還大 那 那 我們這個 就跟他採收 啊 不過這個 波羅蜜這邊好像有很多 一 村巷 村巷的蟲 嗯 那我就要來採收這一顆了 那我要拿 好 鏡頭就交給你了 等一下 我開 等一下 OK 好 那 想 我們想說 這一顆的 的重量應該 比剛才那個大很多 所以你要先跟他綁 對不對 對 我想準備用 用繩子刷 跟他固定一下 嗯 都看不到 他是不是剛剛都 你可以從另外一頭看看 啊 這邊 對啊 你可以站 你站好啊 另外一頭 我上一下 他現在正在把那個波羅蜜固定 其實這個真的很大顆 這個卡在樹幹中間 你也沒辦法用那個 用麻布袋 你說我們昨天買的 那這怎麼辦 掉下來 而且 這邊好像蠻多 蚊子還是 蚊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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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得弄 我 阿 許先生現在是用鋸子 把它 把它那個什麼 鋸開 因為他這個齁 跟樹幹卡很緊 好 好 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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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直有舊 然後 小蚊子 想要打開 一小的 掌聲 把東西都拿到 順著 你卻千年 你卻千年 一小都拿到 你卻千年 你卻千年 把他從這邊這個洞跪下去 啊?丟下來喔? 我在這邊拍就可以嗎? 對 你慢慢放喔 我要把端子再綁好一點 不要說摔壞了 這個看起來是 比較大顆的 要綁好 這一顆比較難踩的 因為他...卡住 剛好卡住 我以為他...等一下 他在慢慢垂降喔 我去看 在哪裡?他在哪裡? 這...已經... 剛好 看我們的空洞蜜垂降法 對 對 到這邊卡住了 我先停 我把你拿過來 對 等一下 等一下 蠻重的喔 很重喔 可能好幾斤喔 可以說 那繩子可以解開 說得也是 可以啊 忘記了 看到忘記解開 這是第二顆嘛 這是第二顆嘛 那這 還要繼續踩啦 是 這是... 這是第二顆 第一顆在... 第一顆 在路上的 這是... 差一倍 第二顆大一倍 對 齁 大一倍以上喔 蛤 那顆比較綠一點 可能這搞不好這看起來 比較黃 你現在才哪一顆 那就爬上去喔 對 小心 喔 很高 卡住 我覺得 以前的小孩子可能 比較有機會這樣爬樹 現在小孩子 我可能都在冷氣房吧 比較少像這樣子的活動 對 所以 以前小孩子都很會爬樹 對不對 採東西 那現在小孩子可能覺得 哦!好高哦 很危險哦 站好 我已經很高哦 我都看不到你在哪裡 哦!這麼高 哦!像是這一棵 這棵感覺也蠻大的 哦!這棵感覺也蠻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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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綁好嗎 要綁好嗎 哦!又下來一棵了 等一下哦 它在哪 垂降 看到了 它跑到另外一頭 沒有!先給它安全下來再說 好!先下來 沒事你先讓它下來 好!我來解開 那我要這樣過去 等一下 這棵好像也蠻大的 等一下 它是不是有什麼之意啊 怎麼感覺齁 那個布條都黏黏的 好像那個膠什麼 好像要強力膠 還蠻 對啊!我要解開 嗯 嗯 好這樣子 可以嗎 可以等一下 好黏的 真的 好!身子拿去 還有一顆 哇!各位看這還有一顆 哦!好黏哦!各位有沒有看到 三顆然後手都黏著 白白的一條一條的 膠質 哦!又一顆 哎!哎!哎!小心啊!不要中 再來 哦!又一顆 哦! 哦!它這好黏哦! 嗯! 因為現在就比較不好解開 因為它現在很黏 繩子整個都黏黏的 哦!好了!又一個 哦!好燙 哦!好燙 好燙 四個 還有啊! 還有啊! 好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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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採嗎? 好燙 你就是做一個套環把它套住 你就是做一個套環把它套住 好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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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燙 我們先把暗影 打著 好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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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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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给你 哦 好了 那一颗应该 要吗 把 熟了 各位可以 现在目前采的五颗 一 二 三 四 五颗大大小小 然后各位看它这个 地头的地方 都有那个白白的枝 好黏哦 我手上都是 好黏好黏 就像那个强力胶那种胶 好黏好黏 你看 还有一颗 就把它顺便采一采 这颗比较小 可能比较好采吧 昨天买的 袋子就没有用到 肚子就有了 哎呀 我拉過來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我還不要剪 因為手黏黏的 丟下來 工具都下來 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 你這手會黏嗎? 這不知道怎麼膠質這麼多 先把它疊 各種形狀都有 那這樣幾二四六個 那邊好像還一顆 那顆要 也要樓梯 哪裡? 那邊後面那一架 那不用了 不用了好 那就是今天我們採了六顆 那要拿到上面嗎? 不用在這邊 來相機給我 你跟你的 你跟你的那個 可愛的 可愛的 Polo Mii 拍照一下 真的嗎? 對 哇 好大喔 對啊 它的外殼真的很像 那個榴槤 我一直跟各位講 好像榴槤 硬硬的 看 好像沒那麼刺的樣子 還是硬硬的 那我們這個 就先踩到這邊 好 好 好 那你提一顆起來 來 提一顆 提一顆 小顆一點吧 太重了吧 對對 旁邊那一顆就好了 好 好啦 這就是 對點個這邊好了 好 比較 好 這樣圓比較亮 這就是 這個就是我今天到 朋友的果園裡採的 菠蘿蜜 採了不少個 那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 也沒有這個機會說 可以到這種果園來採 就非常非常感謝他們 好啦 今天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 並將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話 也別忘了幫我按一個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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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